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要买孩子吧 不用 不用 真不用 芮叶姑娘来了 玉后叔 玉后叔 商量哥回来了没 她在弟弟告诉我你 那中午要回来吃饭吧 我等她 弟弟活多 她今天中午不回来 玉后叔 你死马死后学会骗人呗 你死马死后学会骗人呗 玉后叔 你死马死了 哪里 你死马死了 我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对不起谁了 不要碾了 碾不上了 我跟你说 热夜就没有坐公公骑车 是我和他妈叫海绵开下拖拉机 把热夜速回学校的 来 上拖拉机快回吧 我去城里刨图念药管 我不管 我不管 走 哥 哥 你这干啥呢 你咋弄成个车 咋了 我去捏你热夜姐的空空汽车 没捏上 没捏上 你咋会捏不上 你没捏上 你不知道坐车去现成年呢 你咋会捏不上吗 回去 哥 哥 我这回来 就是要跟你把话说 说完我就走了 我知道 可能我说了也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我还是要说 哥 我咋都不认识你了 你咋是个负担鼠辈了 你这么个球 这死亡不是杀死 这都是你求我冤极的定案汉姐 我想把你们勇气好吗 等我犯了 我不能让人家 你能往这农里 我男朋友就落在一辈子了 你 你是只想着外人 你就不知道想想你自己 你 你到我来 你这边 你怎么不管 谁呀 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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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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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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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政治教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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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这师长 七年之一 直至中央四人 与我身处缉分 一人 玉眉闻鬼叫 我哭 拆朗孝 洒泪季雄杰 杨梅剑珠窍 你站哪儿来的 我爸从省城带来的 我呀是死缠一魔 他才让我抄了一封 请我抄一封 我早就想给你了 可是前阵子公安局查这个查得特别紧 我会现在松了 我想你抄一本应该不要紧 恭喜再见 谢谢 天晓强 咋了 我昨天冲写了什么 不让您看见您的笔记本吧 不让您啊 那他不会告发我们吧 应该不会 他想抄 能不能给他抄呢 我看要不就让他抄 他抄了 就更不会把事情捅出去了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 不行 那你让他抄 如果你得告诉他千万别让别人再发现 千万嘱咐他 我知道 好 同学们 学校为了配合国家 实行的秋季开学 让咱们暑假上课提前毕业 这有可能是咱们上的最后一次劳动课 学校联系了生产队 安排了这最后一次学农劳动 毕业之后你们将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 就把这一次学农劳动当做学习建设 咱们看看谁完成得最好 对 谁完成得最快 好不好 好 干活 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 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 但是不论怎样 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呢 从心理方面说 现在他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 总之可以这样说 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 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 阳光普照大地 也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沐浴着炙热的阳光尽情地劳动 班长你就别说情话 我看天据报说是下午要下雨 咱们赶紧趁着雨下来之前把活干完 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忙烈些吧 表明来喝点水 我不喝 表明 你每次说话 讲的每句话都好像诗一样 刚才说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吧 孙少平 你看 那农民就是农民 说话也算农民 杨明 再来一句 天惊一声雷 地青绝其尾 顿时景周济 无缘皆泪水 相告已无声 欲言泪水 听时不感性 信时 吴晓人 收拾料 你们俩过去 那 老师 这 这怎么会在您这儿 承认了吧 是你的吧 是我的 这我哪敢不承认 是从孙少平那儿抄来的吧 不是 不是 撒谎 你又犯一个错误 老师 这本天安民是抄 吴晓民是从我这儿抄来的 我请您不要问我是从哪儿抄来的 您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跟别人没关系 孙少平 你是从农村来的 从来没听说过 你家里边有在外边工作的干部 你怎么可能把这个搞到手 不用问了 我也知道谁帮你们抄的 除了田小霞 还能有别人 我不撒谎 我也不承认 好 我不查 这个事我也查不清楚 你们俩呀 一个是劳动干事 一个是班长 就这样给同学们做榜样 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们这简直就是自毁前程 真是骨头 不知道现在擦得这么严 知道 这个就放到我这儿了 老师 这石烧你不能能留下 他就像定时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我们自己会好好保管 除了任何问题 我们自己承担 走 把你拉动 不是 不是 谁是告密者 咱俩当时说话的时候 好红梅在身边 那不可能是好红梅 她就没离开过 一定是侯玉英 是她偷了我的小册子 然后交给了老师 你说 这老师 万一把这小册子上交了 那咱们 我觉得班主任老师 应该不会上交的 但愿吧 这侯玉英 她 她是想害死我们吗 我们这边有十八个人 你们这边有多少个 我们这边有多少个 我们这二个 除过四个老师 她还少一个人哪 谁没带啊 看一看 看一看 谁没带 你们看看有谁不带的 欧玉英 欧玉英 她人哪 我知道 她一个人哪 她一个人哪 我们这俩听雨去了 我们给她说那边有洪水 危险 我们劝她她不听 老虎妹 不是让你照顾欧玉英的吗 我怎么知道 她这个人这么怪 她怎么可能听我的呢 这要是洪水来了 这就危险了这 老师 老师 你干嘛去你 老师 我们这红旗插在两栋顶上 让欧玉英看见 她看见了就知道 咱们图园在这 就会过来找咱们了 欧玉英 快找咱们 快找咱们 咱们 走咱们 Ukraine H artifacts 安全 你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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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坚持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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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父父父父 救命啊 你坚持住 爸爸 救命 中文字幕——YK 孙少平同学 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 还害你 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在我没命的时候 你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我 我真的很感动 也很羞愧 你说这话 就事先打个草稿了 孙少平 你是个好人啊 那好红梅就不是个东西 她跟你相好着又不跟你相好了 还去骚尽不连呢 你不要说好红梅和不连梅的长长短短 我是替你打抱不平 我不愿听你说这个 你平时最大的毛病 就是喜欢说你不该说的话 你总怕别人看不见你 我听你的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说顾晓明和好红梅 不说他们呢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那天要不是你救我 我一定活不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像那些书上写的那样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对我好呀 是因为我的腿吗 跟这没关系 咱们是同学换做别人 我也一样会去救你 眼下咱俩都好好的 没什么事情了 这就可以了 以后不要再提 你确认是救了我 我爸让我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 好好谢谢你啊 不用 我就拉你一把而已 你千万别把我看成什么人 人啊 孙少语 你说什么 让我到黄园工作 晓明 你没有跟我说笑吧 当然不是说笑了 我都想好了 我会让我爸妈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到黄园工作的 陈鲜 两明 你看 你看这个 什么 这个是可以烤着吃的 这东西怎么能烤着吃呢 多不卫生啊 快 快扔了吧 是挺不卫生的 我也没吃过 我只是听别人说 可以烤着吃 刚才 刚才你说你爸妈可以帮我在黄园解决工作 你不是骗我开心吧 我是认真的 可是 我家是地主成分 地主成分咋了 我爸妈还被打成过反动局势权威呢 挨过掌受过陷害 你放心 有我在 好美啊 我还是第一次拉你的手 好美啊 我们是健康不好 我们是健康不好 我们有机会 我们下车 我给劳定的 不高点 我们下车 快点 我们下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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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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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见到好红梅同学啊 你们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我刚才还看见他和同学 在交换礼物呢 他常去县能画馆借书 会不会去还书了 同学们 老师们 坐好了 我们准备拍照了啊 校长 这毕业照 是不是少一个同学都不行 那当然了 我们班现在还少一个好红梅同学 他没在 少一个 嗯 那怎么行呢 这是毕业留念 一个都不能少 对对对 顾小梅 你这儿赶紧 煮着同学们出去找 好 分头找 行吗 咱别照一下午再找吧 好吧 好 那同学们 快快快 咱俩分头去找一下 分头去找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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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同志 歇班了 下午等着开门吧 同志 我就买几块手帕 急着给同学当毕业纪念礼物呢 这他们送给我了 我也得回送他们 您说是不是 麻烦您一下 我会很快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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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汤 谢谢 喝点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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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就这五块 这是钱给您 你放这儿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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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平 赵平 我找到了 我找到老后没啊 我在哪儿啊 老后就像丢脸的事了 瞎丢脸的 哎 啥事你快说嘛 好 我们没在二门市上图首饭 当场被市委员抓住了 是 不行 他得去找顾晓明 也得和他说一说 看来我们来怎么骚情 哎哎 你不许 你不许 你先给我把他说清楚 他啥事没抓的 就在今天下午快吃饭的时候 现在人子呢 在二门市部 一个办会要是锁着的 我爸一知道 就让我马上来学校 通知领导了 你告诉我 少平 你怎么了 我是来给你包喜讯的 贼外可是好不没啊 他没钱就去偷 我爸一知道 就没让我马上来 我问你爸 让你通知领导 你告诉我没 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吗 你不许 你不许跟热喊说 更不能告诉顾晓明 听见 你要敢告诉这个人 我掐死你 我 我听你的 我谁都不给说 这个事情出过你爸 还有谁知道 还有就是你们村的金光明啊 他是我爸一门市部的售货员 好黄培就是被他抓住的 少平啊 不让拒绝要找您的 现在该怎么办啊 眼看就要高中毕业 他心里头充满了无限的快乐 更让他心花怒放的是 他和养民的关系 也眼看就要成功了 而这个时候 好红梅却像一只兔子 被猎人关进了笼子 他惊慌绝望 他在心里头叫喊说 一切都完了 爸 这是我们班的孙少平同学 哦 孙少平同学 你好 你好 早就想请你来了 想请你吃顿饭 一直没时间 来来来 先喝口水 我不渴 我听说了我们班上 好红梅同学的事情 我是来处理的 你说这 我原以为这个女娃娃 是我们育婴的好朋友 还好 我先问了一下 说是以前对不住过你 本来是跟你好 又跟班里的班长干部 子弟了 这我才知道 这个女娃 他平时就不是个好东西 这就更不能轻饶他了 爸 你别说 哎呀 对这种贼 干脆就甭给他发毕业证书 还要在档案上给他记一笔 哦 对了 这事你们需要领导知道吗 这个师兄 就不要同志领导了 不经过领导你怎么处理啊 我来处理 你 你 何叔叔 你先喝口水 我慢慢跟你说 不 你说 你想怎么处理啊 我处理这个事情之前 我想让您先答应我一个请求 这件事情 除过现在知道的几个人 您不能跟任何人说 永远都不能说 这您得给我启示 我们村的金光明儿 您是他的领导 他会听你的 这个话你得带给他 何叔叔 你这样想 好红梅是我和侯云英的同班同学 她就是因为家里求我 买不起毕业礼物 一时糊涂才犯了这么一个错 可这并不说明她是个坏人 更何况你也应该相信 她本身就是个好同学 所以 谁都不能杀害了她 如果有人杀害了她 如果有人杀害了她 我一定会找杀害她的人算账的 少丙 你是让我赌咒发誓 不要断送这个女贼的声誉和虔诚是吧 好红梅她不是贼 这个钱 请您转交给旧光明 手卷让好红梅拿走 记住 这手卷是她买的 不是她偷的 这个 这个钱怎么让你出呢 既然你和侯云是她的同学 这钱 叔叔说了 这不是谁出钱的问题 这是好红梅买手卷的钱 就这了 好好好 不是偷的 是买的 一会儿金光明来了 把门打开 让好红梅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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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你 你看 学校领导没来 没有任何人过来 我会准让他原谅你了 这些手包 是你自己买的 好了 别哭了 病 心情已经完结了 咱们走吧 此刻 孙少平心中温热地响起 两年前 她总是和郝胡梅 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 那个时候 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娃 曾经多么难为情地 躲避着众人的嘲笑 偷偷地取回自己那两个黑面膜 郝胡梅 你先回学校吧 都懂得你拍毕业照呢 咱俩就不一块走了 你先去 我很快就来 人都到齐了 朋友们 别照相了啊 都看我啊 我看一二三 大家都要笑啊 两个小数 一二三 笑 再见吧 袁溪成 就这样 有什么信心 有什么信心 不信心 你再讲 中间 走 去哪儿了 回家 回农村的老家 然后就留在那儿 你不是和顾晓明 我听说他们家 帮你安排了工作 晓明他都知道了 你自己告诉他了 是侯玉英的父亲 他为了巴结顾剑林老先生 把我在二门市犯下的婚事 全都告诉了他老人家 表明他爷爷 是黄园地区最有名的老中医 而且 还崇尚朱子之家格言 那蒙蓉德夏 像我这样一个偷鸡摸狗的人 成为他的孙媳妇 他爷爷我也听说过 是 顾晓明 对我俩的感情判了死刑 对我判了死刑 你 你们分手了 好 我在袁夕谢的一切都完了 一个人哪怕 是被汽车当场撞死 也比背着一个贼民活一辈子要强 这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女的 这里 我是带不下去 我走的时候 我走的时候 你能到长途汽车站 送送我吗 能 当然能 陈飞椒蒙 我以为是去你家吃饭吗 不好意思了 是啊 没想到我会带你来博银食堂下饭子的 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分别前总是要坐下来吃顿饭的 再说家里人多 这儿清紧好拉话 不至于让我们的分别显得那么难受 你毕业之后打算做什么 我 我肯定是要离开袁夕的 可能会跟我爸去黄园 也可能就会去省城了 这一毕业大家就各奔东西 这再想见面啊可就难了 我舍不得离开袁夕 这有我的青春 有我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 有你 我 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 咱们说好了 要一块坐着火车去外面看看 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 去哪儿都行 就去那些你说过的地方 其实 我很想跟你一块儿扒火车去 可是我就怕我 我爸他不会同意了 好 走 看看火车就行了 这坐火车就算了 算了 我已经打算毕业之后回家里了 去种地帮家里挣工分 你打算回去种田 这 人家都看着你 你不要你的世界了 不要那个你扒着火车随便去的世界了 我必须得回去 为了我读书 家里人吃了太多 我不能丢下他们不滚 我们家里太困难了 妹妹来乡又在上学 你那大姐夫又是个二溜子 他们家还得靠我大姐 还有二爸 二妈 他们家还有三个娃 这都得靠我们家帮进去 这么多年来 为了供我读书 我哥都是一个人顶着 过不了多久 他跟我嫂子肯定还得生娃娃 我不能在什么时候 都让他一个人操持 对不起 少平 我都没能帮上你的忙 我本来想让我爸在县里 给你找份工作的 不用麻烦叔叔了 这回去就回去了吧 这以后 只是看书就没那么方便了 没时间不说 我估计啊 这书借也不好借 那你以后要是见到啥好处 你就给我留着 我到城里来 我就问你拿 这个没问题 就算是参考消息 我也可以集中 一个星期就给你寄一回 只要你保管好了就行 我肯定保存好 少平 我得答应你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放弃读书 我真怕 怕过几年 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变成个傻人吧 就是满嘴说的都是吃的 肩膀上还搭着个搭脸 然后你在那个十根结的街上 瞅着买个便宜的猪娃 然后你为了几根柴火 或者是一颗鸡蛋 那你都能跟人打得头过血流 还有把书全撕了 糊在家里的粮仓上 满嘴大慌呀 从来也不耍 放心吧 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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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都得凉了 少平 你能送我一支钢骨吗 你常用的那支 能 等会儿吃完了 我就回去要跟你去 我在收发室等你 你是从少平吗 你同学员给你的 他说他不等你了 原来 你是不愿意跟我告别的 作为朋友的 我觉得你这封信啊 写得不错 很真诚 很热情 我相信你那个同学啊 孙少平 应该能看懂这封信 那作为父亲呢 作为父亲 我也给发了 你就不应该 这么小气肉情感的问题 老田 我是问你对这封信 有什么修改意见 看了这封信哪 我想起了我跟你妈的事情 当初就是因为你妈给我写了 这样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还有了你 不过说心里话 你们还很年轻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最终能走到一起 这个世界呢 就是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 所以管它呢 先把火烧起来 先把火烧起来 你明天不是要去黄园吗 你是打算把这封信寄给它呢 还是亲手交给它 我 我 我本来打算就不跟它告别了 没想好 鼓足勇气 当面交给它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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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起来